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5月16日 今天這節也是一個文革的特備節目 因為剛才 大家也知道 剛才只是區區的18分鐘 十年文革浩劫 怎麼可能用18分鐘說完呢 大家都知道 拍電影也拍不成了 18集也說不完 自己打開維基他場 媽媽也不能認得 文革太多東西了 文革其實起源 就是毛澤東要奪權 他當時打出了兩個口號 就是 反蘇修 反美帝 一個是蘇修 一個是美帝 然後就是 攻擊 為甚麼會反蘇聯 最主要也是 跟蘇聯 領導人 克魯曉夫 終於談不完 左想右想 要跟他 擺臉 其實根本就很簡單 他看不起黑魯曉夫 黑魯曉夫也看不起毛澤東 最主要是甚麼呢 黑魯曉夫一上台 就把斯大林拿出來辨事 那麼所以呢 蘇聯 蘇共二十大 當時老毛一看到也很震撼 因為他覺得他一定會被人辨事 所以 他就要在中國尋找 誰是中國的黑魯曉夫 他當時第一時間看到那個是誰呢 劉兆奇 因為劉兆奇是中國國家主席 而他是中國共產黨主席 一山喜能藏二虎 天無二日 最大要是哪句詩的 是劉兆奇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要打倒劉兆奇 然後 他就以打倒走資派為目標 處處攻擊走資派 而當時劉兆奇是搞一個 接手了之後 三年大饑荒之後 劉兆奇接手 將國家的經濟慢慢恢復 他就攻擊劉兆奇 和鄧小平的走資派 所以鄧小平就下台了 他就多了一些 三字一包 然後 老毛 借用 利用一些當時的學生 發動文化大革命 去攻擊那些當權的派 凡是 凡是當權 基本上就被人打倒了 由一些 下面的人上來取代了 當然有些聰明的 第一時間加入文革 就要號召文化大革命 然後就要打到甚麼 隨便找政敵來鬥 總之是誰是政敵 但也沒有用的 因為跟著就會有另外一批 另外一批紅衛兵出來打你 當時就要鬥革命了 你不夠革命 我革命過你 就像現在的人一樣 要鬥王 其實是沒有用的 或者是鬥藍 鬥藍也很厲害 鬥紅也很厲害 有些人鬥紅也很厲害 所以 當時文革是產生了很多悲劇 但是文革最典型的是甚麼呢 就是他鼓勵 民眾之間的互相告發 你身邊有沒有走資派 有沒有反革命分子 當時文革要打倒五類人 叫做地富反壞右 甚麼是地富反壞右呢 地是地主 富是富龍 反是反革命 壞是壞分子 右是右派 逢是 比較 或是思想傾向 富龍 地主和右派基本上都是同一類 另一類的右派是屬於思想上的 地主富龍其實是很接近的東西 土共也很喜歡 現在還是很喜歡對付商家 鬥地主嘛 所以李嘉誠是蟑螂王 那個就叫做港共 吳秋北 他這些真的是典型的文革思維 文革是哪裏及你們 他們現在還要搞地富反壞右 這個不止 這個其實是以前的五反 三反五反 不是文革 三反五反是另一回事 當時反浪費 反甚麼是另一回事 但是 到了文革 主要是黑五雷 地富反位就是黑五雷 然後教師那時候 都被歸類為其中 因為你是反動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 當時被打倒的話 文化界基本上全部被打倒 所有參與 唱歌呀 跳舞呀 戲劇呀 編劇呀 寫詩呀 書、畫家全部被打倒 知識份子就叫做臭老狗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都在問究竟這個為甚麼是老狗呢 這個就是元朝人頒布的 因為元朝當時包含了十種人 官吏曾道伊 雙將雙 官吏曾道伊 工匠、槍、蓋 槍、魚、蓋 魚排第九、蓋、黑衣、第十 第八是槍旗 槍、魚蓋 做雞就被讀書人高一級 最後那一級是 黑衣 所以 讀書人是被中共 臭老狗的 要充實大家的知識 很多人都不知道 究竟是甚麼是臭老狗呢 其實 每個極權 其實也是扣扣相連 這個共產極權竟然拿回元朝蒙古鐵堤的東西出來借來用 大家的 那個 水平也差不多 蒙古人80多年就玩完了 共產黨可能也差不多 希望短一點 希望短一點 有機會短一點 現在這幾年很關鍵 崇禎16年 17年 不知道 我們看到 文化大革命其實 從1966年開始 到了1967年是演出很烈的 1967、1968年當時是武鬥 全國內亂的 然後 其實 中央是喝停了很多 很多情況 香港也是 香港那時候 也是要反攻的 當時在香港的港共 就是帶頭到處去鬥 整個國際局勢互相牽連 都很厲害 當然包括香港 當時就是 六七暴動 其實那個就是大陸的文革 吹了下來香港 香港當時港共是要奪權 還有 當時在這個廣州軍區 他們是威脅 要收復香港 這些就是本土恐怖主義的組織 周圍放炸彈 這些也不是本土恐怖主義 放炸彈嘛 當時炸死了很多人 然後 本土恐怖主義出來選立法會 哈馬斯也是選議員 他們也是繼承哈馬斯 哈馬斯不一樣 哈馬斯在地區 只有他一個政黨 基本上 有些是其他的 其他的名聲 他在西岸那邊就選不贏 加勒地帶就去做事 哈馬斯 其實只有他 沒看過政權 這個會不會有點像公民力量 一個地區性的組織 但是這次區議會 被人全籤 很奇怪 公民力量是去教育局抗議 我都在想一下 你講了太多了 人們真的消化不及了 很多人是不知道你講誰打誰 我們先講回文化大革命 文革 最有名的就是 領導人被打倒 一個一個被打倒 包括最高職位的劉少奇 中國國家主席 被捕入獄是沒有任何通知的 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 到了69年 他死在獄中 被人 幫他改名劉衛王 職業是無業 死了之後就通知他的兒子火化 通知他的樓員過來 你爸爸死了啦 通知了他火化 那麼當時 69年 另外也是一個分水嶺 就是由於69年的關係 中國沒有了國家主席 那麼是不是應該要設立一個 這個就是老毛 林彪開始 有心病的情況 因為 文化大革命不只是 群眾之間的鬥爭 當然群眾之間是互相不信任 每天都有人被檢舉 每天都有人去檢舉人 因為你不檢舉人 就被人檢舉回來了 是不是 但是 民間有民間鬥 政府裏面也有政府鬥 是不是 當時 林彪的勢力是最大的 以他為首的勢力是最大的 當時江青也是有勢力 但是 不及林彪 因為林彪 當時九大的時候 直接把他寫下黨章 就說這個是毛澤東的指定繼承人 寫下黨章 江青是有勢力的 因為當時的文革小組 其實那個 是一個 是一個 僭建出來的組織 但是這個組織是有權的 為什麼當時老毛選了林彪呢 因為林彪在軍隊裏面的勢力很大 他是要借助林彪的力量 去對付劉少奇和鄧小平 因為 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掌握了整個黨務系統 他在黨裏面 大部份人都不聽他的指定 只聽了劉少奇和鄧小平 所以他要把這批人全部打倒 所以只能夠發動群眾 去消滅了這班的政敵 你講起九大 我立即想起 現在應該是二十大 已經發展到 也是同一個會來的 當時九大最主要的 討論就是 設不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 林彪就不斷向老毛國 建議叫老毛兼任國家主席 因為他是黨主席 老毛就表示沒有興趣 那個位置我親自把他打倒 你現在叫我做這個位置 但是呢 老毛 剛才鬥下來了就叫我坐下來了 這位是湯豬特 你剛才湯豬特 你就知道你叫我坐上去嗎 你是甚麼陰謀 當時他就懷疑 林彪 其實是他想自己做 而他想做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甚至乎跟我平起平坐 所以老毛和林彪的 決裂呢 其實就是九大開始 大家有心病 就是因為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 當然林彪也有很多那些死黨 全部都是控制軍方的 接下來還有兩會 就算 compromise 談好結果 還是有大量心病 會累積在裏面 說真的 政治一天都嚴長 可以一天裏面發生了三件事都 不奇怪的 反過之後再反過頭 是不是 因為 這個是一個 很兇殘 的權力鬥爭 是會死人的 很多人頭落地的東西 現在就是 不停抓人 不停有人落獲 不停有人失蹤 還有 拉走到哪裏都不知道 到時二十大更加重要 因為 你過了兩年後的二十大 第一件事是要決定 老澤是否繼續做下去 他做了十年了 做了兩屆了 以前一定是退的 現在他改了 他改了制 好了 究竟是不是繼續做下去呢 這個我想是有得爭的 現在是呀 很多元老就反對他繼續做 因為他之前修憲 那個任期是沒有限制的嘛 其實很多人反對的 你這樣做不就是等於終生仔 等於北韓 等於皇帝 以前也試過有個國家這樣做 不過不成功的 就是查維斯想把總統的位置變成可以終生一路做下去 但結果他公投是失敗的 當然是反對啦 選得舉就是大家要有民主的選票 你無端端做了皇帝哪個同意呀 是不是有人同意投票選皇帝呀 當然沒有啦 大家也知道誰說了事 就會改變了下面的格局 下面根本不是一個投票 你是投不上去的 你一定掃不上去的 所有那些 公檢法都控制了 控制了軍隊 想出聲的人就抓他啦 貪污 總有一條罪名 違法違紀 然後施生活不檢點 管不住下體 他不是那麼牢骨 隨便是一條罪 你還好意思在維護政權的人 你那些有甚麼好意思去說的 其實呢 被人鬥到那些人 你有沒有幫他們出聲 現在剛剛孫力軍呀 被人說他妄議中央呀 叫做不知敬畏呀 將來你不知道會不會犯了這條罪 叫不知敬畏呀 是不是 這條罪可大可小的 不知敬畏呀 甚麼事都可以不知敬畏呀 現在 說回文革啦 文革到了1969年發生的事 其實就是一個分水嶺 是令到老毛和 林彪開始決裂 其實民間也是一樣是當時鬥得很厲害 而且 那個恐懼 其實文革那種恐懼 是令到人覺得是怎樣呢 是令到覺得 生活 生存 已經是一個很奢侈 每天都有機會面對死亡 是有機會被人檢舉 說自己是反革命呀 每天都被人 被人 捉出來說是反革命呀 追輸中國歷史 逐四円 老毛當時是很崇尚法家 friend 你們說到五七一 Spinde 到後期林彪做了才對合理 老母就覺得 老母你也不是真心想傳給我的 他的兒子就說 據說搞了一個 571工程紀妖 林立果 那個鞋音就是 我慈義 即是我起義 571 湖北話發音是這樣 我也沒有考過 武裝起義 兩樣都有機會 這個意思 711是起義 是 即是鞋音 其實大哥也很喜歡這些東西 好了 那麼到大家後期都知道甚麼結果 就是 1971年1913 林立果連他兒子 連一個 叫周宇慈的人 葉群 林斗斗無上機 林彪最後就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河 兩個國家領導人死了 其實當時死了很多國家領導人 他這次是不是被導彈擊落呢 當時是 自己的防空系統呢 那個應該是被中國導彈擊落的 是周恩來下令的 果然他的導彈系統是用來打自己人的 那時候是這樣的 原本的說法是說當林彪走的時候 老毛知道了 就說了一句相當有名的說話 天要下雨 梁要佳人 由他去罷 一路說出來的傳聞到底是誰 下這個命令呢 就是周恩來 周恩來這條混亂也要說的 周恩來他發名五號 這是特務頭子來的 在上海年代 他是潘漢年的頂頭上司 潘漢年是中國第一大特務 當年就是靠潘漢年跟日本的特務 大家互通消息 勾結的 到建國之後呢 潘漢年就被人打倒了 就說他是 間諜 他真的是間諜來的嘛 但是呢 老毛沒有保護他 因為他幫老毛做dirty job 跟日本交易 所以他是被人鬥死的 原本應該是自己人來的 他現在是自己人啦 你幫老毛做dirty job 跟日本交易 是漢奸來的 這個政權整個都是漢奸來的 但是現在選了潘漢年做替死鬼嘛 大家打潘漢年就找到那些東西了 然後周恩來其實做了很多壞事 所有那些幹部被人簽的槍決書 都是周恩來寫簽名的 他就說 他很多時候呢 他就說 是保護很多老幹部 其實是保護自己人 哪些不是自己人 簽名的 連他的 契女孫維世的槍決書都是他自己簽名的 孫維世就是 周恩來的 契女 他是將他 奉獻了給老毛 共產黨很骯髒的 共產黨 好了 真的說了很久也說不完 今天先說那麼多 因為太多事實了 接下來我們 一有時間 我們就會爆中共的壞事給大家聽 拜拜